女人 男人 女人 从前在大海里很深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美人愚公 女人 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家 是因为我 还是因为她自己 我其实没这么好说的 因为我拍了 所以说了就不好看了 就是因为说太多 反而我觉得看的味道就少了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去看完以后 然后你们告诉我 你觉得念念这部电影是什么电影 是接触的吗 这个意思也是表示 但是他也不准说 念念这部电影 我觉得就像这个名字一样讲的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一个念开始 当初的一个念 最后这件事情会发展到 可能你想到自己的生命 或是别人的生命 很喜欢念念这个剧本 它触动我的是 我觉得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 对童年吧 有一些心结或者是遗憾 他好像永远就在那里 直到你去面对他 直到你帮他找一个出口 尤其是有一场戏就是 那个雨伦就是我长大后的儿子 后来见到我的是那场戏 哇那个感觉特别心酸 就觉得自己曾经做了一件事情 让孩子心留下了一个这么大的结跟伤害 非常的愧疚 可是你也没有什么时间弥补 所以你只能让他看着你 你还是好好的 然后在你的亲切的笑容里面给他那种勇气 告诉他要坚强 活下去 就那种感觉 那场戏我 我特别触动我的内心 爱了大家做歌或者是念念的电影 他的情绪都是会想起就会有个问候 那我觉得这种的感情是满美的 念念这部戏带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 它还不是我一个人拍的 是大家每个人累积上去的 他们的生活的经验 他们的情感 我没有很刻意的要去 偶尔难免 说什么东西 可是我总觉得人一定要在 成长的过程当中 起起伏伏的这个人生 就像这些海浪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冲上来又下去了 然后他会留下一些小鱼在沙滩上 在那个水洼里面 然后他下个浪来 他又把这些小鱼又带走了 这些东西都是人生的这些 起起伏伏来来去去 那我们都要懂得怎么样去 跟随着这些东西去生活 往前走 然后也懂得怎么跟自己和解 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些 这些平静跟安静 我相信你才能够跟其他人和解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安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老闆 老闆 呃 你看喔 它像不像一个山 一点点像 哎呦哎呦 你看喔 天那边没有亮亮点 好亮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